当冰男孩和火男孩同时追求一个女生会发生什么有趣的事呢 这天 餐厅里来了一位魅力动人的女孩 冰火男孩都感觉自己心动不已 这时冰男孩使出了阴招 直接将火男孩的腿冻上了 冰男孩跑了上去 拿了一把冰来搭讪 小美十分害羞 这时火男孩也走了过来 点燃了一根火焰 并表示像你这样的辣妹 当然需要一杯热饮才对 并且送上了自己的香吻一枚 这可让妹子直接左右为难了起来 那么他最后到底会选择谁呢 冰男孩是为小美献上了2023年的第一场雪 正当两人还在跳爱的华尔兹的时候 小美却成为了冰冻人 火男孩看了立马愤怒 一把拉过了小美 这才得以缓解 小美刚想给两人一个爱的抱抱 火男孩差点没把小美烫吐噜皮 冰男孩差点没把小美冻死 随后小美留下了自己的电话就走开了 刚到家的小美立马收到了火男孩的告白短信 紧接着冰男孩也发来了告白短信 就这样小美的手机响了整整一天 半夜冰男孩打来了电话 小美和他聊了两句 以后手机竟然结上了霜 当小美想睡的时候 火男孩又打来了电话 忽然小美的手机变得滚烫 甚至还烧起了火 这天小帅来到了餐厅 眼看当下有点尴尬 冰男孩直接变出了一根冰淇淋 小美吃得十分开心 看见小美开心冰男孩又变出了一只冰棒 没过两秒手上又多了一根 就这样小美如愿感冒了 火男孩贴心地为他端上了姜茶 这天两位男孩同时准备求婚 火男孩送来的魔鬼辣椒 当场被辣萌了 随后冰男孩也送上了戒指 小美一把夺过 难道这是答应冰男孩了 然而并不 他只是物理降落 因为帅哥走了过来 小美瞬间感觉自己坠入爱河 抛下火男孩冰男孩跟他走了 如果是你你会选择冰男孩还是火男孩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